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中国移动941 简选原因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的文章 说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 文章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等 市场认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预计将会推动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 股份关注就是电讯股中国移动 近年内地用户逐步转容5G 在三大中资电讯公司当中 中移动拥有的5G用户数量就是最多 截至2021年11月底 中移动5G套餐的用户大约是3亿7千万户 较中国电讯的1亿7千9百万户 以及联通的1亿5千万户高 中移动昨天收报50.5毫半 轻微调整0.5% 策略上投资者有货的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在54元 如果没有货的可以继续持有1月4至1月5日的上升裂口 下方大约48元附近收集 跌穿45元就要减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